按照慣例 这个应该是集中检讨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timing 因为我印象中第一季的时候 红队就从那时候开始 真的是内心有所改变之后 才在反映到战机上 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对一在对战到红队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比他们强 可是我们的内心 跟我们的团队的那个力量 比他们强很多 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谷谷 对 谷谷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粘着器 在中间去发酵很多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正向 我觉得这个帮助这个团队很多 所以它是隐形的队长 是 绝对是 因为谷歌这么用心 真的很用心 那再来是 真的就是我们的队长 是小春 我觉得各位队员你们要小心 你们一点点情绪或什么状态 它是一点都没办法忍受 真的 各位要保护大家 这个真的让人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说 每一个我们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扮演得很棒 所以很感谢小春然后这么爱大家 谢谢小春哥 谢谢小春哥 今天的检讨会 其实我们之前自己的蓝队就开过 我们之前三个多礼拜前我们就先开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讨论出来 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要得来讨论 因为我觉得讨论完要不然它就散掉 要不然它就会进化 但是不要卡在那边 那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三个比较 比较资深的 就我们自己有先讨论过 说希望每个我们的队友都能够真心的讨论出来 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 老实说我有时候都会生气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很接受 然后真的 我是很感谢每一个人都给我不一样的帮助 我们当中其实喜菜给我最多温暖 就是喜菜它才会鼓励我 因为我不是很稳定 那喜菜其实给了我很多温 就道哥加油你很棒的 那我觉得那个会有很大的差别 OK 好 谢谢 我必须谢谢大家 因为说真的 我现在还找不太到 说实说我还找不太到 我刚进来全民心动会的那个气 我对现在的自己有一点点疑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给自己的最大的课题 可以在我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帮助团队一起拿下比赛 谢谢金文 金文 我首先我想要谢谢谷歌 比赛刚开始的几周的时候 他一直鼓励我 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观察得到 我的状况不太好 其实 然后他就会一直过来关心我 然后给我力量 所以我要谢谢谷歌 就是帮我治好了这个交流 这个状况 哦 理事 对 对 谢谢 耶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一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崩溃 不认真 甚至我很自卑 嗯 我一开始会避镜头 我会想要练习的时候 我今天想要躲在角落 我不想 其实我有点觉得我不想拖累你们 所以一开始我真的不开心 我只是想躲起来 赶快把我自己变强 那一种 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很用心的在教我 给我鼓励 然后我开始找到我自己的位置了 我可能真的不是最强 但是我也很用心练习 我就在后面 你们累了 跟我讲 我随时可以补上去 我可以到最强的后盾 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发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变得快乐 谢谢 谢谢家威 谢谢家威 家威 你现在不一样的家威 很重要 当你把这个团队 就是把个人缩小的时候 这个团队你实在太难攻破 所以我们现在厉害的是在于 我们这个语言 非常的完美 然后非常的完整 修复能力很强 的确 继续加油 真的到路上 好 我会去哪里 耶 蓝队 干大是干大 蓝队 L-I-H-I 厉害 耶 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我们 在技术的时候要稍微检讨一下 然后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觉得可以让彼此知道 大家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觉得才可以更团结 要怎么去为了一个方向去努力 对象 要不要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因为输比赛 我们彼此心里的不好受跟吵架 中间有一些疙瘩都有 每个人都在找不一样的方式 都希望让团队更好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开心 甚至是我可能有些的做法并不是那么的妥当 可能有让大家不开心的 就我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可能前面几周 我们连拜比较多的时候 我是比较明显在搬个黑脸的角色 那衔接的我们现在到了今天 我觉得我们很棒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红队的队魂出来了 对彼此真的更像家人 一开始连拜的时候 大家都是找大家的缺点来讲 就是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不好 但是没有说哪里做的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直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说 一直说我不好的地方 我就会变好 就有可能会有些人 听到这些会越来越退缩 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不好 可是我觉得之后 可能在比赛有做的好地方 也可以就是很大方的说出来 就是你这边做的好 那我们就会记得 我们下次可以继续这么做 我们只是想找到方法 因为我们真的也很想赢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说 这是大家在找不同的方式呈现 那当然那个 可能也让我们曾经 更加撕裂开来 又曾经愈合起来 可是我觉得 这样子的撕裂跟愈合 才能走到现在 这么强大凝聚的我们 我觉得我们红队不是不努力 也不是不认真 更不是不团结 就是观众朋友可能 看到前几集会 对红队很失望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 一定比你更难过 就是没有拿下比赛 所以 而且真的是在我们 每一天都在练到崩溃 练到已经不行了 我们队员真的很冷 我们练到觉得说 没有时间吃饭 到底要怎么开呢 我们练到觉得 还是苦练会不会不好 对 我们要记得 我们之前的争执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不信任 我们的争吵 因为不会再有了 这些会变成 我们往前的动力 每一盆花 要去灌溉它 不是每一盆花 都是用水 有些人要用阳光 有些人要用笑容 有些人要用关怀 比赛跟人生一样 赢真的是意外 每天我们都在面对输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输 我们一定可以的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还有真的 还有很多很多挑战 不管是输赢 我们就一直保持这样的行笑 着往前去 对 我刚才走进来一个画面就是 我们刚开始在挑战的时候 每一个人站的那个位置 诶 对 然后我们一进来排一排 然后我们再击掌一次 好不好 诶 鸣哥在进来 大家进来 还记得当初进来的反应是什么吗 我没有跟小吵鸡掌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转鸡掌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一次吗 对 我们重申一下 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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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哥超帅 哈哈 你爱说 你爱记得 记得 我希望我们的心是一致的 输赢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超越自己 然后保有那个状态是更重要的 这就是团队的魅力吧 我们可能是比较融合的比较慢一点了 但是终究我们还是很和谐的找到我们自己最好的节奏 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继续面对下一周的训练跟比赛 这比我们在做140的检讨会都来的更重要 比赛场上真的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心态已经准备好了 不会像之前很害怕输 我们已经过出去了 没有什么好失去了 我们就是不要怕对方 然后相信队友也相信自己 这样子我们一定可以越来越好 星期二中午十二点首播 星期二中午十二点首播 大家一起来聊天 等你来帮我们加油 记得要追踪喔 记得订阅喔 按右下角的小铃铛喔 在这边对不对 是这边吗 OK 好 那个好了